你知道吗 这一个人是否好色 他的相貌就已经出卖了他 不管隐藏的有多好 最终都会从脸上显露出来 那么该如何去分辨是不是好色之人呢 他们又有哪些显著的特征 本期探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视频内容仅供娱乐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这常言道相由心生 说的就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在脸上就会显现出什么 那么中医又是如何通过相貌 来分辨好色之徒的呢 尼海夏老师就给出了几种 辨别方法 从古代相学上来说 这贵人有贵相 命贱必有淫 那些好色重欲 追求欲望之人 这往往容易感召各种业障和灾祸 古人认为 一个人的业力和他的行为结果 有着因果关系 那做了什么样的事 就会有什么样的业力 这淫欲太重的人 往往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影响 对此尼海亚老师就曾说过 淫邪的恶习往往不为人自知 之所以会这样 就是因为身体内的精华被消耗掉了 而长时间沉迷欲望 不仅会损害自身的气运 甚至还会对周围人的福报运势造成影响 并且尼海下还认为 内心耗色的人 平时不管隐藏的有多深 也都会从脸上显露出来 这过度沉迷邪音的人 不仅思维会变得迟钝 而且容貌也会变得猥琐和晦暗 他们两眼无神 眼全发黑 面色枯黄 口干舌燥 同时脑子也是混乱的 这久而久之 身体就会衰败 除了这些之外 那些贪欲的人 往往还会伴着食欲不振 在经过运动之后 身体会消耗大量的生气 同时也会造成脉冲的空虚 而中医学理论认为 脉冲空虚 必然要从足阳明胃经 进行调节补充 那如此一来 脾和胃所聚集的气就会不足 从而会造成食欲低下 吃什么都不香 只有吃刺激辛辣等 味道比较厚重的食物 才会感觉到嘴里有滋味 并且这类人还热衷于暴饮暴食 这长次以往 消耗功能也会变得越来越差 就连口中的唾液 也会变得奇臭无比 并且古人认为 万恶银为首 如果是触犯邪音者 必将会收到很严重的果报 这好色之人的因果 早已写在脸上 那么什么样的人 才是好色之徒呢 又会遭到哪些果报 这逆海虾老师 一语道破天机 他曾表示 银韵心重的人 住的地方很容易发出 难闻的味道 同时身体也会发臭 这类人太过于沉迷欲望 常常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长此以往 这身体里的邪于恶越来越多 这整个人都会被灼气包围 于是身上就会散发出 难闻的腥臭味 阴光大师曾说 世间人十有八九 都是因为淫欲而亡 并没有活到 本该应有的寿命 经常沉迷邪音的人 身上的能量磁场都不好 只会吸引一些 低频磁场能量的人 而这些人 也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堕落 不管做什么事 都会不顺利 俗话说 色字头上一把刀 一旦贪欲过多 人就会走上万劫不复的深渊 佛教经典 楞严经曾这样描述过 淫心不出 沉不可出 若不断淫 心落魔道 尽管一个人的修为再高 一旦触碰邪淫 必将坠入恶道 遭受轮回之苦 而淫邪之所以有一个邪字 就是因为它有一股邪气弯念在里面 这行淫邪之人 久而久之 整个身心都会被邪气弯念所同化 这脑子里变得 全部都是淫贵的念头 那与此同时 自身的命运也开始走下坡路 并且没运长半 性格也会变得扭曲病态 那除了这些之外 淫邪还会对人的形体造成影响 长期贪欲的人 身体骨架会变得瘦小 并且有些地方还会不对称 就比如左右脸 某些部位一大一小 严重的话 甚至还会造成畸形 对此尼海亚老师认为 人缘之间都是有磁场的 而磁场是一个人的风水 如果一个人的磁场不好 那么他感召的事物也是不好的 不仅会对周围的人际关系造成破坏 甚至还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霉运 这邪淫还会使人消极低落 郁郁寡欢 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 不但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还会对亲人朋友造成困扰 因此远离邪淫是每个人耽误至极的事 不要等到真正变成了怪物 才后悔莫及 中医绝世鬼才尼海亚曾说过 这号叨之人必会招致灾火 那么他所带来的惨烈果报 一般人能承担得起吗 尼海亚老师认为 邪淫会严重的损害人的福报 一旦欲望过重 厄运就会频繁降临 更为可怕的是 这种人还会祸及家庭 在古籍上曾说 邪淫上影响九祖部的超生 下影响七旋部的户友 从古至今 因为邪淫而遭到抱怨的事不计其数 就比如金平梅 它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 虚构的事情小说 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 这本书的思想和艺术性 历代史学家都曾给过非常高的评价 但因为过多的宣传宿命论和色情描写 然后就被列为了禁书 而这本书的作者 兰林笑小生 因为在书中描写了太多淫会之事 从而也遭到了惨烈的果报 他的子孙三代均为哑巴 并且各个平庸低贱 这家族延续了五代就绝次了 这除此之外 水谷战的作者石奈安 因为在书中写了大量淫会偷盗的情节 使得后人争相模仿 无恶不作 结果他的儿子孙子曾孙 三代生下来也全都是哑巴 那由此可见 其他的果报就如成传家宝一样 会复制到下一代的身上 还有唐代世人袁真 他见表妹阴阴长得美若天仙 便想娶她为妻 没想到直接遭到了拒绝 而他也恼羞成怒写了一本慧真记 虚构崔英英和别人偷情 诡谤她的民节 制使她蒙够千秋 结果没过几年 袁真就死了 并且死后的尸体 还遭到了雷火焚烧的报应 同时还有《西香记》的作者王师傅 也是因为描写男女偷情 私会的情节 导致很多人看了这本书后 起了邪思隐喻 结果书还没有创作完 他就因为无法克制脚蛇而暴毙了 古人言色欲之惑人 甚已哉 贤智诱惑不免 况其他户 可见色欲对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就连具有智慧的贤人智者都难以避免 更何况是其他凡夫俗子呢 但同时古人还告诫我们 色欲迷人眼 因果在后面 千万不要以为色欲是美好的事物 就不管不顾的扑上前去 这善恶因果迟早会紧碎其后 狠狠会给你一个沉痛的教训 虽然人从出生就似乎带着欲望而来 但凡事总有个规矩 就好比吃饭一样 虽然是人的生理需求 但没有人会提倡暴饮暴食 所以人一定要端正心态 将邪念转变成正念 恶行代替成善行 少一些邪隐之心 使身心都能达到亲近光明的境界 这样才能安稳顺遂的度过余生 好了 本期的视频今天就讲这里 观众探长我们下期再见